曲 李宗盛 参加速公寓 好,很开心 教会是神的家 Amen? 如果你认同,教会是神的家 所以我们不单止在台上会敬拜神 耶稣祂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天使说平安归于地上的人 所以今天很感恩 看到楚永在这里伏侍时候 我也是很感动 而且今天是她生日 不如我们一起唱首生日歌 好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Chori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Amen 你在网上写 《 Choring生日快乐》好吗 这个口罩会令到眼镜 好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很开心 可以继续跟大家去广道 最近我发觉一件事 要在一张空凳讲道是很不容易 因为台下除了一些会服侍的同工 是一个人都没有的 但是当我发觉最近去操练一件事 就是在对镜头讲道的时候 我发觉我要操练一个信心就是 我见着这个镜头 就是见着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甚至是超越一个时间 因为在网上的影片里面 我相信每一个在不同时间 因为这个状况 他们看回这个广道的时候 我也期望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大家都能够经历到神 最近我也收到一些见证 真的有些人是经历到神 是很奇妙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主日里面 主日安息日就要我们要经历神 Amen Amen 我在网上你写 祝福大家今天能够经历到神 祝福大家今天能够经历到神 Hallelujah 所以鼎姊妹今天我们的讲道里面 如果你是福音教会的小组里面 或者是回友 你都会收到 我希望大家今天听这篇讲道的时候 要预备两样东西 一样东西就是一张白纸 两边都白的 另一样东西就是一支笔 要来做什么呢 待会会有用的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这个讯息 亦都是我在今年的《门徒系》里面 最后一个讯息 就是跟随基督最实际的计算 你看见我这个版面 很明显是一个示范单位 如果让你选择 你要不要想有一间这样的屋呢 我相信现在在香港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 住屋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叫做安居乐业 能够安居的时候 在人生里面起码是一个稳定的 其实不单止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 安居是重要的 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讲大卫 未来这个礼拜的讯息里面 其中一样东西 讲大卫他得国之后 神如何允许他能够安居乐业 甚至他允许他的国是一个永远的国 所以今天最实际的是什么呢 当你要去跟随基督的时候 我们要计算的 在神学系统里面有两种 是令到我们很吊诡的 一种叫做神人合作论 就是说除了神他工作 我们也要做的 另一种是什么呢 另一种就是预定 就是说神他是王 他是那个设计师 如果你看针言第七章第八章 他讲的他是设计师 怎么轮到你说两句就能够动他的东西呢 按照他应该是我们祷告摇动神的一手 然后他就自己搞定 有时是的 有时又不是的 好像我们祷告食物银行要食物要食物要食物 我跟阿健说 阿健 我们真的要准备了 因为食物是不会在你通知你的旗下 就会来的了 阿健就觉得 我有准备 他以为自己有准备 谁知道 送米来都送一 应该怎么说 一板 就是那些卡板 那些蛋来到教会 哇 鸡蛋 哇 真是吓你一跳 就是 就是 你想不到的是不是 有时神 为你预备的东西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 你想不到的 但是 有时是你祈祷的里面 你是要自己回应的 你不做不行的 你要你自己和神合作去做的 所以 我相信 有祂预定神的计划 但是同样神人合作是神愿意 同人分享 所以今天 最后一讲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是最实际的计算 所以今天我们先读一读经文 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到三十五节 其实应该是 我们一起读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者女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 或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第二十八节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计算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 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 这个人开了功 却不能圆功 或是一个王出去 与别的国打仗 岂不先坐下着凉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 攻打他的吗 三十二节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言本是好的 言若失了未 可用什么叫他再行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分里 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 有意可听的 就应当停 我们一起做个祈祷吧 天父我们知道 你来到这个世上去救赎我们 有些是我们做不到的 就是我们人不能够靠自己得救 所以神是你来到地上 来到寻找我们 在我们住在黑暗 没有指望的时候 就选择我们 去找我们 甚至救我们 无条件将你的爱 每天来到去给我们 今天让我们不单止恩信清义 让我们从信以至于信 让我们进入成圣的阶段里面 越更像你的里面 我们自己都要努力 我们自己都要倚靠你 神下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不要逃避 让我们有信心 正正在分乱的世界里面 让我们更深地来到学习 信心 学习倚靠你 多谢你 愿意你的荣耀 你的美意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 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 路加当时 他是写给提亚非罗大人的一个信 这个就叫做前书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 他说之前他写了前书 即是说路加福音 路加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医生 他也是一个安提亚人 安提亚就是今天的我们叫做 敘利亚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在尼巴嫩 都有一间安提亚的华人教会 你知道这间教会是第一间 我们没有记错 这间应该是第一间在尼巴嫩的华人开的教会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 包括尼巴嫩人、敘利亚人、库尼德族人 给一些掌声耶稣好不好 在网上给一些掌声耶稣好不好 路加他写给提亚非罗大人 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 所以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 他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 我写了一些经文 这些叫对称福音 即是说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 他们相关他们会提的事情 而特别是路加他说到一个 他说到耶稣说 如果人到我儿子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 原文他不是说若不爱 原文就是说痛恨 为何耶稣说完这些东西呢 跟随你不跟随你 为何要我们不爱 或者不痛恨我们的父母 如果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 很容易就跳过了 因为接受不了 又不想跟随基督 又不想那么多拼嘴 但是如果耶稣真是说 叫你恨你父母 叫你恨你的妻子 恨你的女儿 如果他真的这样说 应该上文下你会解释这件事 对不对 如果耶稣他真的说 你跟随我 恨你爸爸 恨你妈妈 恨你女儿 如果是这样说 应该下款的经文就是解释 你应该怎样恨 恨到什么地步 对不对 但是根据上文下理 或者一些解经家去看的时候 耶稣最重要强调的 不是说要你恨家人 而是将你自己的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 可以重新去到很好的排列 例如如果耶稣是一 你把一摆在一 和把一摆在零后面是很不同的 我自己有些读写障碍 常常都会调转这些字 常常被人笑的 刚刚早两天而已 只是数字或者英文字 我调转了 有人说 你可不可以转我 我就说 It's my pressure 我写字 我写了下去 原来我写的 Pressure 就是压力 我接你有压力 原来我打算接他 后来有个老师提提我 我就幸好 所以我写的东西都给很多人看过 但是其实就算我读写障碍也好 我都会知道 如果我先把所有的零摆在前面 先把一摆在后面 我就会 那条数是怎么计的 0.1 0.1 你加多多少个零之后 我先做了这样 再把耶稣摆在那里 你始终你的数字是怎样的 很小的 不过如果你把你的数字1 摆在最前 你之后加所有的零 1 2 是激增上去的 我不懂计算 也会计算 1 10 8 1000 100 所以耶稣 祂要告诉门徒 你的人生次序要重新排列 今天为什么要拿一张纸和笔 叫你们这样做呢 因为一会儿 我会帮大家做一个 Body Check 这个Body Check 就是一个属灵生命里面 我们怎样检视究竟我们今天 摆 我们常常说 爱主我要委身给神 这段时间还要讲门徒 又说要做拜福小祖 究竟我们怎样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这个经文 耶稣说 人到我儿子里来 如果不爱我 胜过自己的父母 或者恨我自己的父母 最重要不是说不爱父母 不是说要恨父母 而是上文下 你让我们看到 我们要重新排好我们的位置 老实说 你不爱主的时候 你会不会爱父母 就算爱也是有限的爱 你认为的爱 但是今天当你爱主的时候 神会教我们 如何按着真理去 爱到我们身边的人 收得到 Amen 所以在网络上 你跟我告诉大英姊妹听 我要爱神爱人 如果你愿意这样做 你告诉大英姊妹听 我愿意爱神爱人 在今年里面 我讲了六个 在关于门徒的系列里面 有赵明 一生跟随主 说到今天 我门徒里面 最后一个讯息 就是最实际的计算 有了品格 有了权柄 有了生活展示 如果没有真实的计算 我叫这里 叫做烟花 檀花一燕 有没有见过檀花 以前我住村屋 外面真的有一棵檀花 晚上一开花 很大很漂亮 就是一燕 你知道什么叫一燕 即是不见了 即是已经借了 即是今天 究竟我们的侍奉 我们说 很想去服侍主 如何才能保持一个 我们可以有长久 在侍奉里面的得力 所以今天 我的题目 跟随基督最实际的计算 整个经文 讲到 其实要讲到基督徒是怎样呢? 要付代价 即是如果我们买一些东西 我们都会计算 即是如果你计算 会不会计算到 即是那些有代价 即是你今天换手机也好 换手标 换楼 换新工作 换朋友 换生活地方 包括移民 即是你会不会计算代价? 你知道移民计算的代价 除了钱 读书 交通 还有你的文化 是否可以去到那里生存 即是有些人说 我不懂駕车 如果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 其实你没有车 就等于没有一对脚 你会不会计算的 踩单车 那就要踩很久 即是很肚饿 踩单车出去吃碗饭 吃完回去 踩回家就已经肚饿了 因为很远的 即是你有没有计算过 一个你能够付 例如你去到一个地方 现在你有个朋友 但你去到你要全部 要换过朋友 换过生活模式 换过文化 换过可能你隔壁轮舍的皮肤颜色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得到呢 所以在里面 今天我们无论在生活里面 我们自己和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说要去计划一个 进入一个目标 是要付上代价 跟随基督 是会付上代价 而且付上代价 不是一个很特别的 因为平时我们就知道 生活里面就知道要计算 要付多少 如果你要报读一个课程 你会知道你付多少学费 放上多少年去完成一个学位 你要付代价 今天我们其实 如果好像一个运动员 他要得到奖 其实他都会知道 每一天需要不停的苦练 去操练 以至到他为了奖 不惜一切去练 那个代价 是要日日练才行的 最近 我给有人在我家里说 我的吉他真是一样 因为少认 他就日日认 你明白吗? 我明白什么叫做在前的在后 在后的在前 你不练吗? 在后 你说你多喜欢也好 你没有付到代价 就做不到 作为父母也是 为了自己的子女 有更成功 或者学习的方法 或者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好学校 不惜一切搬来自己的家 甚至社区 去找一些好的校园网络 甚至不惜一切公书教学栽培 是不是? 真的不容易 你要一个开始计 我发觉当你的子女 开始慢慢上中学的时候 你其实不是在想中学的东西 你在想什么? 大学的东西 第一想 要读大学多少钱? 哪里读大学都不同价钱 大家都叫大学 但是每间大学都不同价钱 我们的刘智沙牧师 就深深感受得到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父母 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因为他为自己的子女 会去做 所以跟随基督 当我们说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要做计划呢? 我们为什么不要计划 要付多少代价呢? 如果你没有计划的时候 我想告诉你 这些东西是不会自然的 跟随基督不是六合彩 或者今天有人 因为我以前也不倒马 他说什么? 算了,我也不记得了 很难中才能中得到的 你以为我跟随基督 很简单 给一些奉献 好像买一条六合彩电脑飞 对不对? 中便中 不中 就不中 最容易说 我跟随你 然后扔奉献 等到某一天 他就出现 是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不是 如果是的时候 耶稣不会说得重复又重复 你要跟随我吗? 放下这个 放下那个 重新排位 背负你的十字架 如何付上代价? 因为跟随基督 是要付上代价的 那你说,这不是很吃虧? 有什么不付上代价? 我们小时候 阿妈都说 力不到 下举他 知道吗? 不为财 你不出力 你怎样拿到里面的东西 大家都在 都是这样去成长 所以 跟随基督 最实际的计算 会不会就是 将一些对神的呼召 作出一些具体回应和计划? 否则你不能够自动 这些事情不会自动发生 也不会自动完成 有方向和计划不一定成功 不过没有方向和计划 就一定不成功 今天我们尝试学习 跟随基督计算花费,好吗? 我们帮自己计算 最近过了五十多年了 我发觉 我和师母就要计算 我们的退休 退休 退休 政府告诉我 是65岁的 但我和师母的计划 是退到死为止的 你知道什么叫做退到死? 你不一定活到65岁的 又或者你可能活到85岁 或者95岁 我们会定我们的退休 定到死为止 我们除了要存我们的生活费 希望65岁之后 我们可以自吸自足 去继续侍奉主 但是我们更加要存的 你知道是什么呢? 是肌肉 为什么呢? 肌肉可以帮助我们 吸收多些蛋白质 帮助我们多些抵抗力 所以你过了五十岁的 弟兄姊妹 请你在网上写 我要练肌肉 弟兄姊妹 跟随基督的呼召 你知不知道 基督对你的呼召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 我不想好像习惯了 我很想继续这个呼召 燃烧在我的生命 不过这样 跟随基督一生跟随 有没有计过你 需要付多大代价呢? 如果你计过的时候 你会不会继续走呢? 我经常听到有些人说 如果神你真的呼召我 我正在等待 如果他这个这个开路 这个这个开路 我就跟随你了 如果不像你的计划那样开路 你跟不跟 你跟不跟 很难的 你跟不跟 但是当你去说 主这个我相信 是你给我的呼召的时候 你继续祷告 预备好自己去等候 例如 如果你知道 神要你预备做 带领敬拜的 那么起码你都唱多些歌 起码你都要学唱歌 你都起码学下乐器 如果不是 主啊 你神知道我给我们带敬拜的 但是平日你又不喜欢听歌 不喜欢唱歌 不喜欢哼歌 不喜欢哼歌 那么你上台唱什么呢? 可能就会唱些跑音的歌 这些什么叫跑音 跑音就是走音的歌 可以的 你在台下唱 没有问题 但在台上就不好 你起码要预备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在里面 当我们这样去预备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去帮助我们 去到进入和预备自己呢? 第一 文聪就说尊心一意 彭建华传道上的礼拜 是说三心两意 第一点是什么呢? 一心一意 彭建华传道上的説 大家请你 estrema 一心一意 跟随基督 我要一心一意 如果你愿意就写 你不愿意 别确定 我愿意一心一意 跟随基督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 耶稣就这么说 首扶着泥向后看的 不配晋神国 十四章说到我们怎么样去排位 第九章路加就已经知道耶稣去到预备人的心 他说你守护着泥 泥就是那些爬泥那些 当时是他们的银食工具来的 他们一是畜牧一是种田 他说守护着泥的向后看不配进神觉 就是说你又要想 耶稣先让我找到食我就跟随你了 不是耶稣先让我退休先 让我拿了不退休金我就跟随你了 耶稣说不是这样的 一心一意跟随基督 有人问我 那森牧师 那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做全时间的传道人 或者全时间的同工 我答案是不是 现在我们叫做有什么所谓职场神学 所谓这样神学那样神学 有没有写是主父神学 没有的 但是我们有时做研究会这样去分 看深一点都是好的 但是我就回答 我们有想过这些东西 但是没有额外把它切成一个叫做职场神学 因为我们相信 有一些是大职的全时间基督徒 有些是part time的全时间基督徒 有些是家庭主妇的全时间基督徒 我没有见过part time的基督徒 Amen Amen 可能你说我九十几岁 你就是九十几岁全时间的基督徒 Amen 所以 无论我们是什么年纪 我们都可以回应神 不用等到退休 你现在都可以 我见有些弟兄姊妹真是好 她一路做生意 或者一路做工 一路都会继续服侍神的 会去广道或者去传福音 去牧养带小组 全时间基督徒 守抚着泥的 向后看不配进神国 这个是叫耶稣告诉我们 要一心一意的去跟随他 不是三心两意 一心一意 在使徒行转第十五章 三十七到三十八 可不可以帮我读一读 巴拿巴 巴拿巴 巴拿巴有意大 称呼马可的 若汉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 从前在蓬菲利亚 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这件事引来教会同工吵架 巴拿巴就说要带马可去 保罗说不行 这个人跟着他会走去 原来 当领袖面对 帝兄姐妹的目仰 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分歧 不过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说的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 好像马可 马可又称为若汉这个人 他跟着去到蓬菲利亚的时候 就离开他们 即是跟着不跟 其实我发觉 不要说人 自己都试过 世神匹远说 神啊我一定不会 这样这样的 我一定会这样这样的 结果呢 结果怎样呢 我记得刚刚信主三个月的时候 很火热 虽然那时候还在吃烟 去酒吧夜晚 但是一回到教会很感动的 我敬拜流了眼泪 神啊我愿意为你 这样 一出门口就 丢下了 接着呢 隔两个星期更糟糕 有人约我去船河 那个遭遇到礼拜日 给你 你去不去? 当然去啦 因为我们也要生活的嘛 这么长时间工作 休息一天都不行吗? 我这样跟主说 很有趣的 回到教会 回到教会 回到教会都不习惯 休息一日就习惯 休息一日之后呢 接着我就停了三个月 没有回到教会 世神匹远 说得多好也好 接着到自己回应的时候 原来我发觉 我都好像马可那样走了 不过感谢主 马可也走回来 后来成为保罗一个好的童工 所以世神匹远与忠心跟随 是很不一样的 忠心跟随 不是只是说feel的 而是一个决定 Amen 一心一意 给大家一个例子 在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十节 因为抵马贪我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加去了 格勒是往加拉太去 提多往达马太去 接着保罗的人呢 或者刚才我们看保罗巴拿巴 他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 有些人是一起同工跟随 有些人跟着他不跟 即是走了 但有时候他们会走回来 其实我很感恩 圣经有这样很实在的 今天有些人 你走了就会被人骂你 你真是伴教离道 但其实老实说 有没有人 你是不是真的没有离开过 先说个心 你个人不像个心在这里 所以 其实圣经这样说的时候 即是说 其实在跟随的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要彼此相顾 不过一心一意跟随里面 抵马因为贪我现今的世界 老实说 我们搞很多好玩的游戏 都不够世界那么好玩 如果你打算用游戏 去吸引一个人 专心跟随主 我告诉你 他不够醒世界那么好玩 但是专心跟随主 我相信 是一个人他经历到神 给他的呼召 圣灵的那种触摸 那种肯定 以至到他将他知道 经历到一个更好的 好像耶稣说 去到天国就像一个比喻 你找到一粒很漂亮的珍珠 你就是怎样 你就放下 你那些胶珠 你就放下一切去追求那样东西 哈利路呀 一心一意 其实人有两条路 在罗马书的 保罗的诠释就是 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 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易的工具 倒要将从死人中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神 并且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工具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献自己作乳服 信从谁就作谁的乳服吗 或作罪的乳服 以至于死 或作顺服的乳服 以至于诚意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以人的观点来说 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 不法作乳服 以至于不法 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乳作乳服 以至于成成 保罗的诠释里面 人通常只有两条路 我们以为帮自己选择 我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自己负责 但是原来我们看保罗的教导里面 人最多能选择两样东西 要么就是罪的劳服 要么是做乳的劳服 不是,人不可以选择吗 你想清楚人是不是真的可以选择 你出生的时候用什么指尿片 你有没有选择 或者用尿片 还是用尿布 还是穿开朗裤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开朗裤 不过算了,这个不再解释 是不是你能选择呢 好了,到你读幼稚园的时候 你是不是自己 妈妈,我要读哪家幼稚园呢 对不起,不是你选择的 是父母帮你选择的 到你读小学的时候 是不是你去选择呢 都不是 没有得你选择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人在江湖是什么呢 身不由己 但是在我们一心一意跟随主的路里面 让我们知道原来只有两个方向 要么我们就在二的路里面跟随服侍基督 要么我们就去了世界 两边回答一下可以吗 不行,耶稣都说 如果你说又爱马门 又说要爱主 其实那个所谓爱 原文就是那个亲嘴 Prascunio 亲嘴 就是你试试又疼一个老婆 又疼一个其他女人 你死定了,我告诉你 所以 你说你的女儿也可以 所以 这里让我们知道 人生只有两条路 我们去选择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却走向灭亡的路 但是当基督他描述我们的时候 我们跟随他 一心一意跟随他的时候 我们不再一弱 如果你在想 不是 我们要看看大环境 才决定跟随哪个方向 如果可以 大环境很分乱的时候 让我先看看环境 环境怎么样 我先跟随 我先看看 但是在这个分乱的环境 是不是在这个禁乱里面 你能够很清楚去看 日日日生如意 这么多环境的变迁 是不是 走还是不走 所以现在有些人很醒目 做一件事叫做第二家园 这件事叫做进可攻 退可守 你要确保那边不乱 如果那边都乱的时候 你又在分乱里面 要找一个第三家园 让你可以进可攻 退可守 但是如果真的 这么乱的世界的时候 你真的在大环境这么乱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呢 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人以为自己有得选 保罗教导我们 人只能够两条路 要是跟随意 要是跟随不义 要是跟随不义 而第三呢 如果你习惯给自己走盏 你知道什么叫走盏 习惯给自己人情留一线 所有东西都留一线的 进可攻退可守 给自己弹性 以至到到时才算 可能你最终所选的 是一条身不由己之路 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 你一去到公司 你会告诉别人 你是基督徒的 如果不是很困难的 我试过 我研造清洁 中间有两个小时吃饭 那两个小时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不是看咸书 坐大地 就是打天狗 我很记得 我第一次没有说 我做了十多二十年 所以我第一次没有说的时候 那些人说 坐大地 来吧 打天狗 来吧 你没什么 不打牌 不什么 龙虎炮 来吧 你明白吗 但当你打算看定些才算 你都不说自己的时候 你到最后人在江湖 最惨的就是你不玩 突然有一个人去厕所 先摄住 那你又要走下去摄住 唉 但是当我记得 当我纳志 不走这样的路的时候 我不用做什么 其实我是抵挡不了的 因为人是软弱的 起码我自己 我觉得自己 你这些摄探尼 我是在这些环境长大的 但我那次 一去到那个地方 我就告诉他们 我是基督徒 结果当他玩座大典 我走下去 走开吧 这些不适合你 基督徒不要搞这些东西 他竟然怎么样 帮我画一条界线 然后我看 师兄 什么书 你今天这么用功 谁知道他说 走开吧 这些不适合你 这些是基督徒 你明白我说什么 当你决定走那条路的时候 你不要让自己这么多酒盏 不做计划 那我告诉你 到最后 当这个环境 引游各方面来的时候 你是否真的站得住 还是叫做什么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所以第一 一心一意 所以你在网上 如果你愿意去回应 你说 我要一心一意跟随主 你告诉大家 好吗 第二 在捉坚上的十架 十字架是要用来背的 耶稣说 如果你不背起你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不配做我的门徒 最近有些人问 为什么教会装修的十字架 不挂在这里 而放在上面 方向还是 橫在后面 我解释给大家听 好吗 我解释给大家听 第一 以前我们的十字架是挂在这里 现在我们去讨告 法国教会的装修 都有些神学的意义 我们希望 每一个听不到的弟兄姊妹 她回头一离开这个地方 她是背起十字架 所以为什么 那十字架 橫在后面 如果橫在前面 你怎么背 你有没有试过 背起十字架 是那条长的在前面 背着短的在后面 背不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或者你只背着那只脚 在后面 拖地又不行 但是这个 放在后面 就说我们希望 给我们一些教育 就是我们每次听完道之后 我要回去的时候 提醒自己 我要背起十字架 跟随主 是吗 如果你愿意 你在网上写 我要背起十字架 跟随主 坚持到底 圣灵保底 提摩大后书 第四章六到八节 我们一起读 我现在被敲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官面 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刺及我的 不但刺及我 也刺及烦爱无他显然的人 显然的人 即是保罗 他的跟随一心一意 圣经很多提及保罗 和提及耶稣 但是提及保罗 即是保罗 在建立教会里面 除了是做 他也寫了很多的教条 教义 一直在牧羊里面 所以保罗 他一心一意 跟随到底 他不单止这样说 他给到这个 他自己的生命里面 除了他当跑的路 他跑了 所信他的道 他守了 他说 到他离开的时候 他知道 他有公义的官面 为他存留 他说不但赐给我 亦都赐给烦爱无他显然的人 即是他希望 一代一代 能够传承到这个 你想想 如果当你死的时候 有人能够跟你说 Ellen 即是 当跑的路 你已经跑过了 美好的仗 你已经打过了 你想想 如果是第三者 这样说 不是你自己声称 即是 那个人一定是 看到你 不是只是台上面说 而是台下面 你也要 是真正 在打仗 所以这里 让我们看到 sorry 这里让我们看到 美好的仗 当跑的路 所信的道 美好的仗 如果打仗 大家有没有试过捉棋 有没有知道棋是有棋局的 我们在教会 我们的长老 最近捉棋是谁 你知道吗 邱长老 我们青少年崇拜 最近捉棋是谁 王子賢 是吧 即是 捉棋 他不会乱捉的 他会有布局 有策略 有计划 所以耶稣说 如果你一个人去打仗 你要怎样 算一下 够不够打 所以 当我们说 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要坚持到底要走的时候 美好的仗 要计划 当跑的路 什么是当跑的路 如果你跑马拉松 你要计划自己跑多少公里 OK 你要计划 如果不是 我一步步四十公里 但是平时 你四公里都没有 是不是 全哥 全哥跑过了 即是 你是不是真的捱得到 很多人真的受不了 你要计划 所信的度 有些什么是你在神里面给你 神的话语 要让我们持守的呢 有人说 森牧师 你说这些度 别人不开心 但如果这是你所信的度 会不会因为觉得人不开心 你就不说呢 我觉得 如果我们做传道人 我们的责任 我们应该说回 神要我们说的东西 神要我们做的东西 而不是因为看人 是否喜欢你去说那些东西 当然 我们都是要 就是你说得不好 别人 就是你的问题 你可以认识 他没有那么辛苦 尽量 但是做不做 就是每一个人自己去回应 所以所信的度 你都要知道如何走 所以 你甚至会拿起你的白纸 要 今天 我们会做一个四项的体检评估 尝试检视 大多数自己投放的时间分量 是什么位置 如果你说 我要跟随主 我会放些什么的时间在里面 在我们 很感谢山牧师 徽南长老 S.P. 我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来一路去检视 作门徒带门徒 我们如何去评估 你可以将一张纸画个十字 然后 一边是明辨真理 一边是融入生活 一边是渴慕圣灵 一边是齐心作供 明辨真理就是 研读圣经 研读读计划 读书计划 课程学习 下面有ABCD 即是常疏小无 那你就试试 很快地写下去 不用想的 因为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你想得多就不准了 开慕圣灵 就是每天灵修 祷告会 被圣灵充满 圣灵恩赐运作 那你就可以给个分 ABCD 融入生活 比如亲人关系 人际沟通 定时运动 社交友谊 有和没有就写就可以了 OK 定时运动 最顶的是什么呢 关外社区 事工参与 短宣支持 外展报道 和八幅小组 给一分钟时间 你写下来 等于这张白纸 你不用交的 这张白纸 是你向你自己 和耶稣负责 我们发觉 当我们做完检视 我们青少年 早几年 我们都是偏识的 就是偏在一边 但是当我们评估完之后 我们发觉 原来我们要平衡 有些东西 为了我们的熟灵生命健康 明辨真理 要怎样 融入生活 开武圣灵 要齐心作弓 其实刚刚在疫情里面 我很感动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 去报读那些网上课程 交功课 现在都很尽力 最近有个弟兄 平时不见他读的 哇 带着他板板声 第一个交功课是他 写得很深入他自己的反思 接着看见他的生活有改变 我觉得很感恩 检视一下自己 检视一下自己 今天我们为何要这样检视呢 你一边写我一边说 我们以前不是疫情 没有限聚令 我们就会说 常常上班 累到死 如果可以在家里放下就好了 上班又说会累的 没有啊 有疲态 好了 最好是留在家里 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疫情大家都不能走 最近我经常听到 有些人说 或者电视上说 因为疫情 经常留在家里 有疲态的出现 糟了 究竟是因为上班 而有疲态 还是因为运在家里 而有疲态 即是你上班的时候 如果经常在家里 便好了 结果 疲态因为没有在家里 但是现在常常在家里 便说疲态 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在家里 所以有疲态 究竟是应该在家中 好一些 还是在工作呢 即是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问题 问题 问题 答案就是 它没有一个实际的计划 和目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是不是空手道 就是香港为了一个代表 去了不知道哪里比赛 然后回来中了那个 叫做 中了那个 肺炎 是不是 新的肺炎 他在那个医院里面 他不停做什么 你知道吗 练习 那些人访问他 为什么你又做掌上 又打 又拉根 他说他要预备自己 虽然我中了 但是他预备自己 保持自己出去的时候 仍然是同一个状态 你看他留在一个地方 不让他走的时候 他的表现同一些 一般留在那里 即是 食、睡和疏洗 是很不同的 他一直表现的 你看不到他的疲态 相反你看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目标 他有计划 就算我要困在那里14天 我怎么排这14天 我怎么保持自己 锻炼自己呢 所以我觉得 答案就是 实际的计划 和目标 你可以不停忙碌上班 但是 可以不知道 为什么忙 一整天 人家问你 你忙不忙 很忙啊 忙到抽筋 忙些什么 不知道 无事忙 你可以很忙 但是可以不知道 为什么忙 你可以每一天 留在家 自由自在 想做 就去做 但是 你可以 问你 你在家做什么 没有 什么都不记得了 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问题是在于 没有了一个实际的计划 和目标 所以 写了这个之后 或者你自己截图 回去再看 下面有一个 这个 是我和同工今年的同工最多做的 究竟 你在时间里面 你怎样去摆上你的时间呢 打横 是否可以做到这个 打横这个是紧急和不紧急 打动这个 就是重要和不重要 就是 你经常做些很紧急的事情 还是不紧急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还是不重要的事情 那你都要做的嘛 又紧急又重要 但是 会不会做一些 不紧急 但是重要的呢 有人说一个人成功 大部分他放些时间 在不紧急的时候 做些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 你整天很紧急 做些重要的事情 你随时 是会 miss了很多 因为你不够时间 去沉淀 去看清楚 还是 是 经常做些很紧急 但是不重要的事情 我最初在教会做童工的时候 就是 我负责要做的那些事情 整天都发觉 去到最后要回家做的 为什么呢 一次次回来 那个人就告诉他 喂 那水喉好像有些流水 你们看一下 我不是做水喉的 但是很紧急 因为那水喉流水 但是后来我想 关我什么事 水喉流水 找负责那些人 接着那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人负责 就是 整天都在那些人 突然找你 你要招呼 去做完各样的事情 接着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怎样呢 没有做到 结果要怎样呢 开夜车 在生死线里面徘徊 接着呢 不紧急 不重要的事 我觉得最困难 就是这个 这一格 做一些又不紧急 但又不重要的 即是你经常做什么 没有啊 打机 打机还不重要 某程度 某些时间 当你自己轻松一下 可能都算是重要的 但如果你整天都在做些不紧急 又不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那你不要想着 有一天你计划到的事情 你能够做得到 因为你的计划 除了有详细的计划 你都要有你的时间管理 如果不是 你的计划 只是用来摆的 你没办法只用一个有效的时间去实行 并且 没有了那个有效的 你的无论作息 你的装备 你都会 叫做力不从心 所以 第四 第三就是说到 我们要去到评估自己 第四是什么呢 计算能达的阶梯 第一的计算就是什么呢 失败乃成功之无 我们要计算这个时间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找到 我们真的会失败的 但是 不要怕失败 我们中国人说 失败乃成功之无 就是我发觉 刚才我说 我是读写障碍 是吗 我发觉 要一个传道人 他又要教导 又要讲导 但是要面对 整天自己的字挫乱 是很痛苦的 我最初 经常有些被冒犯的感觉 而且我娶了一个很棒的师母 他有一个恩赐是文字探测器 他一看就执我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搞错 我就觉得被冒犯 经常都很挫败 很失败 经常被人执 被人说 后来我就发觉一样东西 每次当他执完我的时候 或者几个人执完我的时候 我เค up出的事 错误率是低得更多 每次我不给别人看 觉得自己以为能够 每次都很惨败 最容易倒垃的很大 所以失败乃成功之导 我发觉 我现在都被人改 但是我发觉我进步了 我发觉我真的有进步 还继续让更多人去看一看,因为稳固一点 弟兄姊妹,不要错觉看到失败就是一个否定、拒绝 失败是使你成功的 所以中国人说失败那是成功之母 第二件事就是,当我们要订这个计划的时候 目标要大,计划要仔细 但是,我们很早已经在6月份订定明年,甚至是后年的事情 订的目标要仔细,要够远够大 但是计划要很小很小如何去做 而第三,目标要远,而且量化要近 你订的目标一定要很远 如果你只是到目标,我65岁退休我就正了 我就可以什么都做,什么想做就去做 我告诉你,太近了,65岁就太快了 你要订的,订什么呢?再远一点 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踏入2026年 是我们的婴儿潮,越来越多的退休金灵人士 还要是很英俊,很精神,很健康 所以请你,不要只是开始计算你退休 你要计算你死为止 有一天,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再闯高峰,活得更精彩 哈利路亚 目标要远,量化要近 第四,由大阶梯变为小阶梯 就是每一个人订的是不一样的 很难比较的 你和鲍牧师比 他每一天,起码三个小时祈祷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可不可以像他这样,四点多钟就起床祈祷 如果你不行 那你起码定一个小一点的阶梯,你自己做得到 以至到你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去进步 由大阶梯变成小阶梯 目的到最后,你走到目标 那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究竟你可以爬得多大 而最后呢 不是从有开始 而是从信开始 我记得我在侍奉里面 有些是神给我的行的目标 特别是做敬拜占美学院在2009年 当我要去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没有钱,没有器材 有些老师是我的门徒 有他们一起祈祷 打算收生的时候,找到一个摄影厅很便宜 50元一晚 我想到这个摄影厅都不会 最多都可能是100元一个人一晚 那就住了一个星期 我想着应该也没有什么人报 又长得这么偏远 一报上去,哇,在国内 立刻满了整个摄影厅 那我就害怕了 你有什么都没有 又没有器材,又没有其他东西 又不知道给他什么吃 因为那里没有餐厅 要自己预备食物 长话短说 越近的日子越害怕 我说,神啊,怎样呢?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但我相信 我相信是你带领我 我相信是你要做的事情 但我什么都没有 我怎样呢? 当我在祈祷的时候 臨开这个摄影厅 之前一个月 突然我收到电话 有人打给我 神哥,要不要Bass 我有支Bass 然后我要 再够一会儿 有人打电话给我 神哥,我有两套鼓 你要不要? 我要,要,要,要 再够一会儿 什么都没有了 连 mixer, speaker, projector 什么都没有了 老师也有了 荣耀龟给神 Hallelujah 所以弟兄姐妹 不是从有开始 是从信开始 当你信 你有了你的计划 所以我没有 我有了我的计划 我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么多事情 然后我开始祈祷 然后你会看到 神如何为你预备 所以最后 跟随基督的 最实际的计算 就是将一些对神的呼召 作出一些具体回应和计划 如果不是,他不会自动完成 有方向的计划 不一定成功 没有方向的计划 一定不成功 我们做伯福小组 有些人说 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来 不如有人来 才叫他搞 你这么快说了这么多 如果没有,那怎么办 我们就是反过来 从老到心 从点到善 就是当我相信 神是会 祂希望得救的人 未得救的人 可以得救 我们相信 我们定了这个目标 我们就祈祷 我们相信 新人就会来 那结果呢 真是当弟兄姐妹去搞的时候 有些她想不到的人都来 感谢神 弟兄姐妹 我们先去计划 好好背起十字架去跟随神 还有没有我们用一首歌去回应 我发觉跟随的路里面最困难就是 我们自己没有高言大志 但往往当放下自己去跟随主的时候 认真去写下 和勇敢去计划的时候 可能甚至神超过你所想的 你的能力 祂给你的东西 但当你相信 你坚持 你去计划 你要为这些祈祷 因为这个是神祂自己的心意 有一天 祂会在祂的时间 祂的方向里面完成 中间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你在等着 你在问 为何神还未开路 但我想告诉你 你要先把你自己的事情 放手交给神 重新排好你的优先之序 把耶稣放回第一 还是我关心家庭不是错吗 不是错 但是你要把耶稣放在第一 然后你就慢慢排好你自己的次序 然后做好计划 找回神给你的人生目标 当你找到的时候 你家里你的儿女都会找到 而且神给我们的 是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但祂需要我们要什么呢 捉紧它 背起十字架 带着谦卑的心去跟随它 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 耶稣基督是十字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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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是十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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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生命中的美好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一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神父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中心 一生或住 牵手与神就 我要神父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 以生活处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丁字幕现在你居住在家 我想请你按手在你的头里面 你去求神 给你有智慧 给你有力量 给你有属灵的汉见 让祂知道神如何为你预备 祂如何再一次将你生命的命定向你展示 并且祂要给你信心 给你的智慧 你按手在你的头里面 祂求祢来充满我 求祢来使用我 如果你愿意跟随基督的时候 当你按手的时候 你跟神说我愿意跟随你 我愿意每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你 我愿意勇敢做这些计划 虽然我知道自己有很多软弱 有很多不足 但是求祢透过我的不足 我的软弱里面 去彰显你自己无限的大能 不要因为我自己的不足 我自己的小信 而限制你的工作在我生命里面 让我学会放手 让我学会顺服 让我学会跟随 让我学会跟随 你回来的日子 让我可以被你使用 让我可以成为烟和光 去到每一天 在我身处的城市里面 去为你发光 祝多谢咱们 为你用每一天 晤閃气 圣经均 在我身处 帕头 Chrome 圣经址 为我肯定 atkah 圣经址 圣经址 我们ues 宿介 圣经址 持极 一眼 爵 咱们 羊羊肝 主 我多谢祢 我们的一生是在祢的计划里面 主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宣告 我们的一生在祢的计划里面 必定要成就神祢的美意 成就祢在我们生命里面 祢给我们的呼召 主 神灵亚 帮助我们 我们好像今天的讲到一样 我们都要有实际的计划 因为当我们很热冲 要去活出这个呼召的时候 我们的行动要配合这个热冲 我们要有行动 告诉神祢 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要向着神祢给我们的目标尽发 来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如何去计划 如何去叫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 以致到我们可以承托 神祢给我们的任命 多谢祢 我同时间也呼求神 祢给我们每一个顶子 每生命里面有同行者 主 主 主 我们真的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神祢的确 祢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软弱 祢为我们预备教会 祢知道我们需要教会 祢知道我们需要彼此提醒 祢知道我们需要彼此造就 祢知道我们的心目中 亦都在现在大兄姊妹的心里面 祢让他们见到 他们小组里面 或者他们的组长 是哪一个大兄姊妹 可以成为他们的同行者 以致到我们在同行里面 我们活出神祢给我们的呼召 祢 多谢祢 我们祈祷奉耶稣祢的名 好 多谢祢 很开心 和大家一起敬拜祢 拜拜 拜拜 拜拜